仅两人出战 让款买单场胜利 中国类似的男星杯冠军 实质民归 还在比赛结束不久后 柯杰就激动地在微博上表示 自己又一次塔赢成功 事实上 在比赛还没有结束时 这位史上就明星期过忙 就已经向前方招去贺电了 阿玛丽鲁 双方这边一直用热人币动力 又一次塔赢 这两国方景象深的本次 那台最久连胜 实际是七连胜的大将大体力 还剩下四人狂胜日韩 日韩围棋养 将行将远将无疏 正如柯杰所说 日韩围棋 尤其是老对手韩国围棋 正在里面正行进养 按照中国围棋的总教练 于兵所言 这份后得益于中国围棋 强备的培养体系和游戏的人才储备 但义非举取奖杯 仅让人上场 却好起班胜在本届男星班上 中国队可议是贷获全胜 到前两个阶段结束后 中国队还剩下柯爵 十月 龟子豪 党一班输入适合选手 而日本和韩国分别 也剩下简胜日韩和朴廷桓 两位主将 尽管心灵现场的石佛李昌岗 希望自己当年务的胜利 可奇迹能够胜有 但直白的朴廷桓 最终还是以一幕被内外 我觉得他在后面可能有些地方失误了吧 当对中国队可定胜局的党一分 在上后进行了四盘 可能是因为他在下面和我打决 打完决之后 飞起可能要赢 在此前之前 党一分曾三次输给过朴廷桓 战绩并不理想 但本场比赛 阿党却表现得信心十足 我后面还有三个报价 我觉得我失礼我们队得冠也不成问题 所以压力不大 在党一非看来 中国队的大功成分评里 日队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或者在前两个阶段的比赛中好取七连胜 而反观韩国队 他们仅有调停团一年赢下了二场胜利 而日本队阻止人效益盘 放平率已经是第二次做先锋了 再后 中国维席队总教任余兵 担心了这此次的布阵 我们考虑到在开局的时候 碰到日本举手的队力大 而放平率的起风比较冷戒 因为日本举手相对来说比较放心 之后又派出一感力分 也是根据当时举手的特点和日程安排 柯杰已经数次提出一样当先锋了 我们没有允许 明年我估计他又要提出来了 一定笑着说 在别的能心背后 中国队全队获得了40组委会 颁发的5亿韩元 一300万元人民币奖金 而在比赛中好取七连胜的大功臣赛行里 也获得了刚向战士特赛的5000万韩元 也30万元人民币的联赛奖金 各级微博 日韩楼棋 旧行旧远旧梦书 对于上届冠军韩国队来说 他们本届的德国希望的确渺茫 毕竟是否里参考只有一个 而仅剩下德名条形环 九段即便实力再强 想要联系战胜中国的克力世界冠军 也有点力不从心 到了这个阶段 也觉得我们是个人 谁都有难力去终结比赛 党义飞在最后透露 自己在第三阶段开始前 主动向教练选与希望能够尚先登场 终结和打一杯的自信 由于中国围棋整体实力的不断康实 一堆认为 从围棋技术上来说 目前还是中韩正大的状态 日本已经逐渐掉队 每一次的中韩对抗 都会进行的十分焦灼 但中韩围棋的竞争还是在未来 虽然两国顶尖选手的实力是差不多的 但是中国人比较多 英秀洗手的厚度也比较高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中国选手的相对技术比较年轻 正如鱼棋所说 中国洗手的年纪普遍间小 大家都是95后上下 仅从参加本届能兴奔的起手来看 年龙最大的是1991年出生的10月 而最小的则是1998出生的龟子豪 而他们都已是世界冠军 虽然从今天2月19日这盘旗来看 中韩选手之间还是争争相对 但现代的趋势是 每个一名中国队都在逐步扩大优势 据述上 中国为其没有后度之忧 在中国队夺过的半天正值元佼杰 担任解说嘉宾的长号感慨 这是11年前的元佼杰 自己战胜了韩国旗手朴永续 为中国为其夺得了第一座文心碑冲军 11年后 中国队已经将文心碑的冲军数量 追到了7个 正在逼近韩国队12队奖杯的记录 在这20届人心碑中 中国队还曾在2014年至2017年 好几次联冠 之前我们难得一冠 现在我们虽然不能保证夺冠 但是我们的希望没有一大一点 在宜兵的会议背后 是中国为其年轻一代的解体 既在最近1998年出生的杨鼎心 刚刚成为又一个世界冠军 根据最新统计 中国的90后起手 已经联手夺得20次世界冠军 这一顺度要远超于80后的15座 其中 95后的新一代 更是拿下12座冠军 科学艺人就赢得了7个世界冠军 一对又有这些年轻举手的勇卸 又有助于中国为其的养养性竞争 我们现在的为其形势是百花其棒 只要让他们公平公正的竞争 和维护好我们的培养体系 在目前来看我们中国为其在技术上 没有太大的后顾之忧 按照余典的分析 中国为其新生代成长 迅速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出现 和维护竞争组织的劲力 我们人才培养有一套体系 比如我们的身段制度和大产制度 所以我们人才储备具有一定的优势 目前 中国有4000万维护人口 这其中心少年的人数不断增加 残害层态度 近年来上来学习维护的人数 成周年地增趋势 特别是学龄前来童 针对上来的动级订动费事也非常多 以前讲习都是我说了算 我说这步骑好就是好 现在小朋友们拿着iPad 我就不敢胡说了 因为力爱 可能说另一步骑胜算更大 长好笑人 哦哦 正在让更多孩子爱上为奇